然后这个我们也对经济学领域 它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 进行了一个分析 我重点来讲一下这个 这个工作者的话 实际上它输入的数据 就是关于所谓的 关于Economics Publication 通过Web of Science 然后进行了一个下载 这个下载的格式是Excel的 然后这个地方也一样 通过这个configure可以看它的工作 可以看见这个文件的目录 它这里面会有一个对文件 这样的一个预览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它包括这些扣 就是author 然后还有包括 包括它的一些发表的时间 然后还有journal 这些信息都在里面都有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configure filter的话 就是把对 就是选择我们需要分析的 这个列 就是我们选择需要分析的列 包括名称之类的 就是包括它的title 然后包括abstract 然后还包括它这个subject 就是它的领域 包括publication year 然后包括它这个 作者的地址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 属于什么 具体的具体的主题 它的主题的话 它有包括ws 它自己定义的主题 它也有这个期刊journal 它定义的这个主题 然后还有关键字 我们对了这些一个过滤 过滤以后 然后第一部分 就是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总体的简单 一个统计分析 第一部分就是对它一个像每一年 它的publication有多少 这是对于年度的一个统计 然后这里也跟 也是跟我们用的 刚才那个group y这个工具 然后通过bar chart 进去可视化 然后通过这个cvs writer 然后进行输出 然后第二部分也是一样的 就是针对它现在有哪些journal 每一个journal上面 它对应的publication有多少 然后这也是有一个统计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 是对这个主题 哪些主题它研究的比较多 那么这个地方也做了统计分析 然后这个地方因为 它对这个主题 它一个文章里面 它有可能对应多主题 然后每一个主题 它是用分号进行 进行隔断的 那么就需要对它进行 需要对它进行split的操作 然后把它一条 实际上是一条纪录 这样一条纪录 应该是变成通过分号进行隔断 进行转合成的两条记录 然后对每一个独立的这个主题 进行统计 那么这里有一个叫cellsplitter 就是对通过这个分号 然后刚才展示的 它不同的主题 是用分号进行隔开 然后用分号选择这个delimeter之后 然后它会把一行变成 变成多行 就可以看到它那个offer 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结果 它会变成多行 就是呃 这会有一个 它会转成一个数组 就是它每一个最后分格 分格以后 它会变成一个数组 这个地方就是两个 然后它跟复录复录 这个地方是三个 然后我们后面会对这个数组 然后进行统计 然后在ungroup这个操作 就会把它 一个数字进行分 就是进行分 进行分开 分开以后 它就会 就是刚才说的 第一条记录 就是呃 第三条记录 它刚才有两个主题 那么它对应的就是 也会新增 新增成两条 这个record 然后以此 以此对推 然后后面就对它进行一个 一个road的一个统计 这一条记录 是 这一条记录